HELLO 大家好 好啊,現在給大家猜一下這裡是哪裡 很多人都會以為 順德啊 花刀啊,潘雨啊 總之廣州附近的什麼水香 後面這裡 這裡有一個牌坊 小牌坊 有一個碼頭仔 這裡就是廣州市區內的 荒村的 醉農古村 我想以前可能只是叫醉農村 但是廣州還有一個醉農的 又是同德上去兩個站 兩個地鐵站 就是同德上去上步 然後到醉農 但是那個通常叫醉農工業村 工業區 這個叫醉農村 翻新過 現在叫做醉農古村 好,過去看看 因為之前講開有朋友介紹一下 如果廣州市區內的水香 就可以看一下這裡 其實我都知道 知道,但我真的沒來過 這個不叫村口 那邊是什麼 這個方向去花溪路 去什麼 方川小河 坑口的方向 這條叫大沖口沖 對面焦村 有輸透巴士 990 招待的招 焦村 那隻是不是龍船 放在那裡 如果龍船都埋在河底 不過現在有些人 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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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有橋 地鐵出來 就從對面那邊 過來 後面那裡 進去就是 醉農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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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對面河 那條沖對面拍的 現在過了 進來 過了 還有一條橋 有一班新過了 很多青 很多青川谷 據說是清朝的 還有一個介紹 台山曠市 台山曠市 排方位 對著 這裡進去 醉農村 這邊 有了 簡介 七條街 哈 很多攝影 發燒友 今天天理也不錯 有陽光 曬著它 很漂亮 曬著牙背 好 這裡還有一間 民宿 比較貴 叫玄丁 三點水 一個丁 看看在哪裏 我就是這間 我剛剛查 我之前知道 房價比較貴 我剛剛查 看看幾錢 原來 原來都沒有單一間 做的 一租就 整個 民宿 我看到六間房 12000元 就是今天 我不知道 那幾天都沒有 我不知道它不開 還是 只是爆滿了 我不知道 我看 我自己想看 你現在已經沒有 看 還要做 我看 那這個 是 我看 那我看 我看 被你聽到 你不看 我看 我看 你不看 我看 我看 这些商人 这个水渠好像是真的旧的 它又不是坊 我们市区内常见坊 这种形状很特别 我们市区内的绿色都是方形 我现在带我父母来走 我们是这个圆丁 我们来看看 欣賞榕樹根 欣賞榕 我想到這個範圍很小 來,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方形 就几条巷 五巷 七条一共 门在旁边 没有正对着滑路 窗户统一翻身 请教大家这些叫什么 以前的窗户 我觉得现在最特别是这条渠 这些水渠 原来都是这样做的 上面的灰雕 门口我们以前的街街巷巷 差不多很多门口都有这个 有这个玛石灯 大家就坐在旁边的老人家 坐在上面大家吹水 进入村旧好 本地人住 看起来 看起来 天井位 我估计这个村子的宣传没够 没什么人认识 原来这些渠都是这样翻身整平的 里面那些都是一种旧的 我以为为什么这么漂亮 做个特写 我宣传没够 这些鸡鸣都不到 多么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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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鹿 大鹿 小鹿 小鹿 成长 有一扭阳光射在墙里面 这个阳台还保留 这个有特色 这些是梅菜还是什么菜 叶咸酸菜 这条行有什么 可能对于我们这些 港澳的人少 很多人拍摄 很麻烦 拍摄 特地把渠油到绿色的搭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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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